一見面親切握手寒暄 總統賴清德親自接見新任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 自理行間透露兩人好交情 這次一點都不驚訝 大秀一口流利中文 親父總統府拜會 全程中文致詞 直言對於賴清德 這回當選不意外 鄭英早在二十年前 就向中這批黑馬 意外曝光這段成年往事 讓現場頓時充滿歡樂氣氛 而攤開古力言過去經歷 即使與台灣淵源頗深 除了身為台灣女婿 這回更是她第三度派駐台灣 早在二零一八 就在AIT擔任副處長 隨後在二零二一年 擔任駐日副大使長 對於東亞的局勢瞭若執掌 臺灣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議員 將致力維持現狀 也會跟美國及理念相近國家 密切合作 因期盼深化台美交流 而古力言也強調上任後 要讓雙方的夥伴關係 更上一層樓 我有信心 在全球民主共同體的支持下 我們可以守護台灣的民主 促進美國與台灣的繁榮 新任處長這回第三度反台訴職 加上臺灣女婿身份加持 期盼為兩國友誼奠定穩固磐石 靜新聞正好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